没有人怀疑最强的镜头群是加南的EF卡口镜头群 也没有人怀疑EF卡口里面最强的是35mm 1.42代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欢迎收看2020镜头指南 嗨大家好我是郭哥 欢迎收看2020镜头指南 这是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有没有第一次看我视频的同学们 弹幕上扣个1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支镜头 我们避不开两个话题 第一它的焦段 第二它的性能怎么样 先说它的焦段 其实大家争论不休35mm 50mm还有85mm 这些镜头焦段哪个更实用 我们先抛开85mm 这个糖水专用焦档不谈 35和50都是大师最喜欢用的焦段 那大师为什么最喜欢用这些焦段 而这些焦段产生的照片 为什么会流传这么广泛成为传世之作呢 首先要从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开始 大家知道人眼的视角 大概是在43mm这个焦段左右 所以35和50都是非常接近 这个人眼正常的视角 50会比正常视角窄一点点 35会比正常视角宽一点点 那50和35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先说说50mm 50mm有人说这是新手的第一只镜头 也是大师的最后一只镜头 新手的第一只镜头其实挺好理解的 1.8光线只要6700人民币 那确实是应该新手都应该买一只的镜头 体验到那种虚化的感觉 那为什么是大师的最后一只镜头呢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去过博物馆 近距离地看过那些艺术家画的画 当你离画走得很近的时候 这幅画在你的眼眶中 其实就是全画幅50毫米带来的视角 那当人们参加大师的影展的时候 看着大师用50毫米拍的一张张照片 潜意识里面就会把它和博物馆里那些画联想起来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被称为极高艺术造诣的一张张照片 那35毫米和50毫米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35要比50宽一点点 宽了多少呢 我相信在你看画的时候 你不会眼睛里只有画 虽然你注意到的只有画 但是在你的视线中其实还有画框 还有画框旁边的墙 只是你的注意力只在那幅画当中 所以当你看到照片只是画的时候 你能欣赏到它的艺术性 但是你并不能身临其境 为什么35毫米 它会给人那么多身临其境的感觉 因为它里面多了画框 多了那些墙 而正是这些人鱼光所看见的那些东西 使得35毫米成为了临场感最强的焦段 有些人说35毫米是非常难驾驭的一个焦段 要看你要驾驭的是什么了 如果你想用35毫米去拍出一幅艺术性巨强的作品 那其实确实有一点点难 因为它比你的视角稍微宽一点点 你很容易加进去一些不想要的一些元素 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 你构图不好的时候会让你的画面没有重点 但同时没有比35毫米更容易产生一个很好的第一视角的照片了 如果你拍照只是为了记录你的生活的话 我相信你最常用到的镜头焦段就是35毫米 35毫米焦段的代入感和50毫米焦段的艺术感 其实各有千秋不分胜负 而EF卡口的35毫米作为最强镜头的原因 就是因为EF卡口的50红圈实在是有一点实力薄弱 当然加能在RF卡口的50打了一个翻身仗 聊完焦段之后 我们聊聊这只镜头的光学素质 那光学素质离不开的第一点就是它的大光圈了 1.4的大光圈到底够不够用 到底需不需要呢 我来聊一下自己的亲身体验 在使用这只镜头之前呢 我35毫米焦段使用的是16-35F4这只小三元镜头 这只镜头呢 在白天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都是相当够用的 然而到了晚上 就算我把家里的顶灯全部打开 我发现呢 我在1%的快门速度下 我的ISO经常会怼到3200以上 那为什么要用1%的快门速度呢 因为我拍的是小朋友 小朋友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所以不用1%就会糊片 就算使用防止镜头也一样 那3200在5D4上就会有一些明显的噪点了 虽然还是可用的 但是会有一些不爽 那这个1.4的光圈和F4的光圈差多少呢 以1.4为一个亮级的话 它们差了三档 每一档就是两倍的快门速度 或者是两倍的ISO 当我维持同样的1%秒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ISO一共降八倍 降到400 在相机上 ISO400它的纯净程度和ISO100基本上是相近的 所以在晚上我使用1.4的大光圈 我不用去妥协我的画质 所以这也是我当时买这个镜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下一个光学素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它的锐度 其实我还蛮少讨论这个锐度这个话题的 因为其实锐度这个东西你放到100%对比 其实差别很明显 但是你在网上剖图的话 其实基本上看不出来 我在这里给你们放样片的话 你就算使用4K画质 其实也就800万像素 你能看得出多少锐度呢 何况更多人都使用1080P乃至更低的 200万以下的画质 其实锐度并不明显 但是这支镜头的锐度 确实是EF卡口中最高的 我们误判出那些超级大炮 6800毫米 就是正常人使用的EF卡口镜头里面 它就是锐度最高的 而且它的锐度和别的镜头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佳能的大光圈定焦镜头 有一个通病 就是全开的情况下呢 它有一点点肉 它也不是佳能的问题了 这是镜头的光学素质 这个光学结构所造成的 那这支镜头 它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它全开就极锐 稍微收一点点呢 就直接爆炸了 所以呢 这支镜头属于佳能 第一支全开 就聚锐的大光圈定焦镜头 那PowerPoint锐度 我们再说一下它的畸变 这个畸变呢 就是几乎没有 在这支镜头里面 它虽然35毫米 其实已经算是有点广角了 但是我看不到它的畸变 它矫正的非常好 在不用后期的情况下 它的畸变控制的是最棒的 那接下来是说色散 这支镜头的色散 我们要聊一下另外一支镜头 佳能的紫边网 是它的85毫米的 1.2这支镜头 这支镜头拍出来的光 那个每个人啊 就像用紫色的画笔 描了一圈 如果你在逆光的条件下拍摄的话 就很逗 但是呢 它的IF卡口 85定焦 它用了一种特殊的镜片 叫做BR镜片 这支镜片可以 极大的幅度减少色散 而这支BR镜片 在RF85定焦 这支3000美元镜头上使用 是佳能第二次使用BR镜片 而第一次使用BR镜片 就是在这支35 1.42代上面 所以 这支镜头的色散控制 是所有EF卡口镜头里面 最好的 看过我其他镜头评测视频的 同学们 或者我的一些老粉们 应该知道 我是不爱提这些镜头 参数这些太硬核的东西 关于这些纯技术评测呢 在我的频道 另外一个叫做镜头评测里面 应该有这个 关于镜头的纯数据的评测 那我更愿意分享的是 我的使用体验 我有很多镜头 所以 这支352代呢 在我所有镜头 使用的频率当中呢 并不算太高 但是 一旦我有非常重要的 拍摄任务的时候 我第一个会想到的 就是这支镜头 当我去零下30度阿拉斯加 我一共带了两支镜头 这支镜头是其中之一 当我去时代广场 憋12小时尿 就为了倒数 那十秒钟的新年的时候 我带了两支镜头 这支镜头是其中之一 当我老婆生小孩的时候 我带了两支镜头 这支镜头是其中之一 当我女儿三岁生日 我给她拍一个纪录片的时候 我只用了这支镜头 当我拍了B站 自制视频当中 留两辆最高的 那支纪录片视频的时候 我只用了一支镜头 而这支镜头 也就是它 所以 这支镜头 并不是说它有多实用 但是 它一定是最可靠的镜头 当然 这个最靠谱的镜头 也是因人而异的 对我来说 这支镜头是最靠谱的 对顾俊来说 它最靠谱的肯定是 85毫米的1.2镜头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那镜头前的你 你想要什么样的镜头 既然你点开了这个视频 我相信 你一定是会想去买器材的 在你买器材的时候 一定好好想一想 你最想要拍什么题材 在这个你最想拍的题材当中 可以下一点血本 把这个最靠谱的先搞定 其他的放一边 既然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 我就给大家一个彩蛋 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视频当中 有没有注意到 前几分钟会有一只苍蝇 一直哦哦哦飞来飞去 今天我就画身为妙招姐 教大家一个杀苍蝇的秘方 你要把家里的灯全部关掉 只留下一个小房间的灯 这时候苍蝇就会跟着你进那个小房间 然后把门关上 对它直接 嘿嘿嘿 OK 好了今天彩蛋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